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宫廷密室,我是依依 乔治小王子是伊丽莎白二世女王最器重的一位曾孙 在祖孙感情这一块,七岁乔治和太奶奶互动最多 他们久未见面,彼此都很想念 凯特王妃家的三个孩子一直乖乖的住在诺福克郡郊区 他们只能通过视频方式和伊丽莎白女王联络 而小阿琪远在美国洛杉矶,她和曾祖母见面的机会就更少了 94岁的伊丽莎白女王有一个团圆梦 她希望在最近几天见到可爱的孩子 凯特王妃帮她实现了这个愿望 当地时间8月29日,乔治小王子跟随母亲凯特王妃一起 在苏格兰巴尔穆勒尔城看望94岁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5岁的夏洛特小公主和2岁的路易小王子也跟着去了 三个孩子围绕在老人身边 伊丽莎白女王非常幸福 这是近5个月以来 94岁的英国女王第一次见到曾孙乔治 两人家的暑假过得特别圆满 她感谢凯特王妃的用心和贴心 乔治小王子带着弟弟妹妹一起哄太奶奶开心 她们帮伊丽莎白女王抹去了因阿琪带来的伤痛 美根马克尔在今年年初就向媒体发声 是会在夏季暑假带着小阿琪去看望女王 但是现在她们远在美国受环境之约 巴尔穆勒尔城堡之行怕是要泡汤了 女王有可爱的乔治三兄妹 对阿琪的思念也变淡了很多 老年人希望大家庭可以热闹一些 乔治小王子和夏洛特小公主一起到访 巴尔穆勒尔城堡瞬间又活力了 在这五个月的期间 伊丽莎白女王一直和菲利普亲王在一起 除此之外她再也没有见过其他亲人 根据太阳报的报道 这个周末是伊丽莎白女王近几个月最开心的时光 皇室管家说 女王陛下在外出时还特意带上了她的三个曾孙 她和乔治小三兄妹度过了难舍的时光 亲人的相聚总是那么的珍贵 乔治小王子终于圆了女王的团圆梦 她还和夏洛特小公主一起为曾祖母制作了手工糕点 这是女王收到的最难得的礼物 消息人士告诉太阳报 女王的心情因为乔治小王子的到来明朗了很多 她邀请见乔公爵一家在苏格兰多住几天 那离气候适宜 非常适合夏季避暑 一直以来女王都把八个曾孙看得很重 她同样的用慈爱的目光来看待小阿琪 但是梅根马克尔却破坏了女王的曾孙感情 阿琪的缺席让女王越来越对这个孩子陌生 有可爱的乔治小王子陪伴在身边 伊丽莎白女王对阿琪要平淡了很多 这也是人之常情 老人家有太多的工作要做 即使她94岁了 仍然在积极的旅行往事职责 这一点也影响了凯特王妃 更是间接的影响了小乔治 乔治小王子还没有能力担当重任 但是她为曾祖母所做的一切都是孝顺和仁义的表现 孩子的世界总是闹腾的 乔治小王子为了陪伴94岁的女王 她安静了很多 做起了董事的大哥哥 一直在带着夏洛特公主和小路易的节奏 以免弟弟妹妹吵到太奶奶 凯特王妃的三个孩子非常棒 乔治小王子是同辈中的佼佼者 她也应该是小阿琪的榜样 接下来是夏洛特公主成品牌灵感来源 价值301亿女王为她修改百年制度 几十年前英国王室中最具代表的人物避暑戴安娜 她更甚至成为了当时当之无愧的带祸女王 而如今过去了几十年 王室中又有一名新的带祸女王诞生了 她不是如今风靡一时的王妃凯特 而是凯特的女儿夏洛特公主 夏洛特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自己的不平凡 当年她包裹着的白羊毛毯 现身于大众面前 就让她当时裹着的白羊毛沙坦 瞬间买到脱销 带货能力不容小觑 而这么多年来随着年龄的增长 夏洛特公主的个人品牌形象 以及带货能力不仅没有削弱 反而越来越受人们的追捧 以至于年仅五岁的她 便已经身价达到了301亿人民币 是现在同龄年龄往事成员之中 身价最高的一个 小小的夏洛特出生之后便一直以聪明活泼的形象得到人们的喜爱 而不同的穿衣风格也成为英国宝妈们的参考模板 穿着蓝色碎花连衣裙的她看起来甜蜜可爱 也拥有适合她这个年纪的俏皮感 收要设计加上蓬松的裙摆 既可爱又活泼 帆领又多了几分童真以及甜美感 而聪明的凯特王妃还给她配上了一件短款神色外套 配饰黑色的公主鞋 更是充满了灵动感 还戴着一丝英国王室的矜持高贵 这么可爱聪明的小公主还深深打动了英国女王 她把自己的名字赠送给小公主作为中坚名 甚至为她废除了英国王室传承了319年的传承制度 废除了男性优先继承的传统 也就是说 接下来我们可爱的夏洛特公主 也拥有着跟自己的哥哥弟弟同等的继承权 此外她除了得到王室成员以及英国人们的喜爱之外 也破得各大时尚奢侈品牌的青睐 甚至于还成为了不少时尚品牌的灵感来源 她的很多穿衣风格都会被奢侈品牌进行改造 进而粉末登场走上了时装梯台 夏洛特穿着一件深色针织衫搭配深蓝色校服裙 因为紧身的针织衫将裙子照在衣板下面 所以打造出了一点点收腰的设计 搭配上了白色的小衬衫 让夏洛特在充满俏皮以及复古感的同时 又展现出了一丝学生风 更是显得退长 但没有想到她的这一套传达却成为了品牌的灵感来源 有时上品牌将她改造成了一件复古翻领裙装 深蓝色的外套配在短款设计更多了几分复古以及成熟感 就算是把她当成职业装来穿 也不会显得过于可爱和情服 反而是柔和了几分少女感 而她简单穿着的碎花连衣裙 也是神兽品牌喜爱 穿在皮肤白皙而又俏皮可爱的夏洛特身上 这一件粉色碎花裙十分的甜美 而当她被搬上梯台了之后 则是被增加了白色娃娃领以及蝴蝶结 更多了几分少女的童趣以及天真 就算是穿在成年人的身上 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违和感 不得不说夏洛特的这一波独特的热度 还是颇为奇特的 竟然能够凭借自己的穿衣风格 改变了成年人的时尚潮流 最后是梅根一亿豪宅景色曝光 院内百年博树美的像话 远离凯特过得很好 近日梅根在自己的新家接受记者采访 最初媒体发布的是黑白照片 这一贯是梅根的风格 在嫁入王室之后 梅根多次使用黑白照片 包括且不限于儿子阿琪的洗礼和满月照 这样的方式反而可以更加的吸引人的关注 果不其然 几天之后就发布了彩色版本 院子里面有一棵柏树 整体看起来像是个童话庄园 在这样的时机 两个人坐在树下聊天 像是一幅油画一般 梅根还是过上了他想要的生活 通过家人得到更高的关注度 住在上亿的豪宅 他不再需要演戏 也不需要去盘腹别人 他带着王子走出王室这件事情 足以让他的热度一声不见 有一说一 梅根这样的生活 真的是太符合大众 对于梦想中生活的标准了 在一个美丽的庄园之中 养着几条狗和友人一起惬意的聊天 而家中的事务 有专门的仆人去做 庄园还有保镖 说真的 谁不想要这样的生活呢 梅根身上惹来了许多的争议 但是他确实靠着自己的心机 从一个18线变成了国际名人的邻居 梅根也没有特意去拘束自己的姿态 和格洛利亚斯泰纳姆聊天的时候 用脚踩着椅子 可以看出他轻松损一的状态 他离开了凯特是真的过得更好了 在王室的时候 他总是想要和凯特去对比 这一点在他的书中也有透露出来 他借多凯特受到王室的保护 而他总是被忽视 现在的他离开了王室 成为了媒体关注的焦点 不再和周里凯特去比较 整个人也是更加的轻松自在了 只是哈利王子就有些不同 不再有当初参加王室公务的那种意气风发 反而是显得有些沧桑 梅根无疑是幸运的 当初戴安娜也是离开了王室 吸引了无数的镜头 但是戴安娜没有地方刻意躲藏 也没有资金去购买豪宅 最终在狗仔的追逐下车祸神王 而他却远离王室后不断的搬豪宅住 也因为跨越阶级成为了上流的社会人物